我們回到的新聞 包括在台灣 也傳出有所謂的第五縱隊 甚至於台灣政治組織 是不是有很多的廖北亞呢 據說在立法院就有很多 在立法院也不是啦 就是說前一段時間不是才在吵 有兩個國會助理以間諜案 洩密案被抓起來嗎 是 你說立法院有沒有 那個就有現成的案子 然後我問一個名詞 大家應該很少聽過 叫台游 台灣的台 游民的游 台游 台游 對 這是在大陸裡面 可能你去坐那邊 去做小生意失敗 然後就在那邊無工作 在那邊晃來晃去 跑到芒芽來 好 晃來晃去的 變什麼 然後你的解釋實在是 芒芽是游民 游民跟台游不一樣 不一樣 台游據說都晃到立法院去 就晃到芒芽 因為曾經我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民進黨的助理 他親口在那邊講 就是說他叔叔 介紹了一個人給他認識 然後完了以後呢 他叔叔就跟他說 他就是標準的台游 那時候他才知道台游是什麼 然後也是他告訴我 台游是什麼我才知道的 然後去認識以後呢 隔沒多久 這個人從大陸回來就去找他 他是民進黨的助理 找他 找他幹什麼 在談 給資料的事 一個月可以給那個助理多少錢 給多少錢 一個月幾萬塊 為了要資料 然後我那個朋友沒有答應 一個月可以給他幾萬塊 對 他就說就是 你給他資料 那是固定的嗎 不是按建計籌號 沒有 沒有 當然也有按建的 他回來是講給一個月多少錢 然後當然那些台游 拿了那些資料幹什麼 回大陸去賺更多的錢 去賺更多的錢 事實上你說這個事情 當然比較明確的是有這樣 你說國民黨的助理 民進黨的助理 有沒有都被接觸過或是幹什麼 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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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真萬缺啊 然後之前為了蒐集政治情報 甚至於他們是透過學者 透過什麼來找國會助理 透過學者找國會助理 叫他們組團 叫他們組團去大陸落地招待 這個都有啊 然後投了有今天的選情 對啊 不只選情啦 不只選情啦 但是選舉的時候 經常會有這樣的事情 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他們蒐集選舉那還好 選舉那還好 那你說那個台游要來要的資料 那當然可能就是你的預算書 你的機密資料 你的機密送來的立法院 那個機密文件啊 等等的問題啊 還有你知道政府的運作 什麼什麼什麼等等的相關問題 那個就不是那麼單純的 只是要問你的政治判斷選舉 就不是那麼單純嘛 所以你說他們的方式 他們的方式某種程度上 用台灣人在做情報 然後給他們 也很多 好 我們回來看新聞 那麼現在他可能 也不見得都要暗地裡來了 有了香港國安法之後 立透明文說 他可以要求台灣政治組織 提供資料 如果呢 我跟你要資料你不給我 他可以給你判刑 會給你抓起來 所以在今天就有人質疑說 那國民黨會首當其衝啊 國民黨如果被要求做料杯啊 然後不給資料 要讓你抓起來 因為我們知道 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澳門 有很多國民黨的組織啊 沒有 國民黨有支部在裡面啊 當然啊 國民黨組織部就在香港啊 那這些在香港 國民黨組織部裡工作的人 如果他被要求要資料 他給還是不給 那不給讓你抓起來 其實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意涵 從反送中到國安 陸法 香港 第一個 據說美國在香港派了五萬個情報員 厲不厲害 香港就是世界情報的交換中心 是啊 在香港有一個美國CIA的中心 移民七八萬人有病啊 美國那麼愛到香港去啊 一半是情報員 第二個 國民黨有沒有隱藏 從蔣介石到現在 隱藏很多情報員 當然有嘛 以前黨國不奔 我們國民黨組織 就是情報員之所在嘛 就這麼簡單 然後搞了老公把他搞慘了嘛 我們情報還蠻厲害的 誰現在國民黨組織 你知道 我講一個故事 因為這是我朋友他哥哥 你知道他們在念軍校 畢業前 就突然從這個學校失蹤了 畢業典禮翻不到這個人名 軍校旅行的同學突然不見了 對對對 就你畢業紀念冊什麼什麼 你就是查不到這個人了 人間正法 這個人就在畢業前就不見了 然後跑到哪裡去 他是那一個憲兵的特戰 到最後穿西裝了 那個時候就被吸收了 就被吸收了 我們的軍校畢業的 不是被吸收了 我們軍校的 就穿西裝了 去哪裡 去香港 不是 我們吸收他 去香港幫我們做情報工作 他看你資質 軍校的時候看起來很聰慧 然後看起來不企業 像梁文傑這麼帥 一定要一下就被抓到了 因為一定要看起來 阻礙路上完全不企業的人 很平凡的臉 對 看過你會忘記 你報人員絕對不是007想那樣的 不是 不會那麼有 沒有那麼有辨識度 而且那麼高調把 一下子就被抓到007 我跟你講 沒有 我的情報人員跟殺手 有同樣的個性 就是很平凡的 完全不起眼 對 我們在香港的工作 最最重要最最核心的 其實是諜報工作 就是對中國蒐集許多的資料 情資 還包括一些線人的聯絡 但現在一旦 駐港單位有可能撤的話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諜報工作 還能不能做得下去 或者 諜報工作會不會困難重重 但是剛剛小平在錄影之前 跟我說你也被吸收過 有啊 那個時候 那個 我念台大的時候 然後台大的學生 大家念專班 不是那種20歲18歲那個 就是我們是 到了社會在去念碩士 立即出社會回學工作 我出社會我是不是做市議員 那是你是市議員嗎 我是市議員 那我同學就變成 他是軍情局的 台灣軍情局 的軍官 那你知道做情報 不是只做老共的情報 然後呢 也要做台灣的情報 中華民國情報 誰說不要做 然後呢 就所謂的縣民 行情就是六萬塊 然後呢 你說一個月六萬塊還是 一個月六萬塊 我以為一件六萬塊 你有這麼高的身價 很高 然後有兩種人 比較輕微的 那叫做調查員 他會請我們吃飯喝茶 因為他們會被要求 寫羽情報告 總統韓國瑜會輸幾票 蔡英文會贏幾票什麼 那六度的預測 因為他們對政治不厲害 那我們比較厲害 他問我 我們就給他講一套 他要做筆記回去寫報告 給長官 這第一件事 這個沒錢的 這個只是我們寫他燃眉之急 他們每天要寫功課 這什麼沒錢 這沒錢 好 我講有錢的 然後要我們去調查 百公百業民進黨 羽情什麼時候 那我跟他講說 民進黨我沒辦法 我只認識梁文傑 所以我這錢不敢領 我就把他 再開玩笑 找朱小平 所以你只認識梁文傑 你不認識簡書培 對 找朱小平 搜集民進黨情資 他有沒有搞錯 不只民進黨 就各種情資 市議會的情資 市議會 府會關係 百公百業很複雜 我就把它拒絕了 你現在是在講笑話 還是講真的 講真的是 什麼笑話 這真的是 我不是一直以為你講笑話 然後我再跟你講 你還沒講完 喜來燈飯店 有一陣的謠傳 沒有辦法證實 他們招大廚 或是招的特別是 待會兒有沒有 你知道 連情報軍情局的人 情報員 都去真的去上班 去應徵 他真的 那幹嘛呢 就偷聽客人講話 因為最多的情報 都在喜來燈 你知道這事嗎 你覺得忠祥明講的像不像電影 好笑喔 這真實的事情 我們喜來燈的服務員 可能是 但是我說一句話 喜來燈的個廳的經理 他都知道今天的客人 是誰進誰出 誰來誰拿 一群人在哪裡 送菜在談什麼事情 他們都會知道 這是千真萬確 這是千真萬確 因為我跑新聞的時候 我跑新聞的時候 我認識他們幾個經理 都有跟我們講說 昨天哪幾個人 再拿幾個包廂 我們聽你 真的他們都知道 他們嘴巴不緊也不行的 所以你看那些大官 如果談重要的事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在什麼房間裡 那推進來故意停很久 表情 然後怪怪的 可能是臥底的 我跟你講真的 還有表情 沒有表情 沒有表情 我剛才講 大家都不敢去飯店吃飯 這駐港單位會被要資料 這不稀奇喔 連一些社群軟體 都會被要資料 因為很多客戶在裡面 可以談話的紀錄 註冊的紀錄等等 都有可能變成重要的情資 其中目前目標最大就是抖音 好 所以這兩天傳出來說 抖音要撤出香港 不對喔 其實大家都搞錯一件事情 是TikTok要退出香港 抖音還繼續在香港 要說你是在說什麼 你說什麼要退出香港 TikTok不是抖音 那你說這兩個不是一樣嗎 那以為它是同一家 對 這就是它抖音 它在玩的把戲 他說TikTok是另外一個軟體 當然我們都說它叫 國際版的抖音 可是事實上 他說這個軟體以後 在香港不能使用 可是原本香港就有抖音 抖音是一直都可以用 所以也就是說 以前香港是有兩個版本的 抖音可以用 現在只剩一個版本 國際版厲害 對 原本的中國版叫抖音 中文字的是可以去用 好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 在這個畫面上的圖 好 那我問一下老師 因為Google FB 在第一時間已經被要求 中國已經要求他們提供一些 客戶的資訊 對 是 他會拒絕了 對 那如果中國跟抖音要 抖音不可能拒絕吧 那個老闆是中國人 不是 抖音它是厲害的地方 就在這裡 你看到 抖音的總部 就已經直接出來講了 如果中國跟我要資料 我絕對不會給他們 因為什麼 來 你看他講得多偉大 他說因為我們是推廣 網路民主 與言論自由的重要平台 你看講得多偉大 既然這麼偉大 那你為什麼 你在香港 你不繼續維持兩個平台 你要把TikTok退出 然後留一個中文版 中國專用的抖音在香港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中國它就是只能用抖音 它不能用TikTok了 以前香港兩個都可以用 現在既然TikTok不能用了 只剩抖音 那就不是數位的一國一制 目的是什麼 因為本來在中國的抖音 是完全掌控這些資料 本來就都是中國政府 可以掌控的 可是如果你用TikTok 因為TikTok的最主要市場 是在國際市場 尤其美國市場很大 印度市場很大 原本香港我也讓你用 但是因為中國的壓力 它現在不讓香港人用TikTok了 好 可是你以為這樣子 就能解決問題嗎 美國也是不行 美國完全不相信你這一套 你要把這兩個分得乾乾淨淨的 可是你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出來說 你中國的這些社群軟體 基本上都有問題 都是會去收集我們的資料 我們如果哪個重要的民意代表 或是誰不小心用了這些資料 或是民間自己在講 很有可能資料 全部都被你收去 雖然你的官方出來說不會 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問題是誰相信 沒有人相信 所以你看到 蓬佩奧準備要開始要提案 封殺中國的軟體 而且不是只有TikTok而已 是幾個跟中國有關的 包含了微信等等 都有可能全部在美國被封殺 抖音這段時間他很怕 因為他知道 你看美國要封殺他 澳洲要封殺 印度也要封殺 所以他早就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直在做這些動作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說的 高層全部都換成外國人之外 他開始在世界各地招攬員工 我就要變成一個國際化的公司 而且我甚至怎麼樣 洗白 對 在很多的地方 譬如說我到新加坡 我也設點 就是徹徹底底 要讓人家覺得 我就是一家國際的公司 我跟中國沒有任何關係 問題是誰相信 問題是誰相信 所以有了鋼板國安法之後 現在全世界都籠罩在 中國的白色恐怖之下 是一家國際化的地方 是一家國際化的地方 有一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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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個大陸